恨做打女兒 私下苦練不派武功? 今天五人四足 同樂日 即是跟小朋友玩 還有四成五十 其實準備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再跌 因為我去年跌得很厲害 因為跑步的時候 我以為自己跑得很快 誰知跑步我感覺到自己凌空了 然後我就跌倒了 那我就很害怕 因為上年損得很厲害 整身損得很厲害 所以損手 手肘 腳 即是我穿長褲了 但也損得很厲害 所以今年我就很害怕 就跟公司說 我還是不要參加這麼厲害的東西 其實這陣子我正在學習功夫 因為前陣子丟下了 一邊拍戲 這陣子就開始學習 因為我的筋真的比較硬 這陣子就真的從拉筋開始練 那一陣子是甚麼功夫 我之前在學北拍 因為北拍就是 那些沒有 但北拍是因為腿的動作比較多 和柔一點 所以我就要更加練好拉筋 因為我自己的 尤其是下半身的筋比較硬 所以著重就是拉直腳 因為我本身是打算學功夫 因為我覺得 我挺喜歡拍打的戲 因為我之前拍過 我覺得很好玩 我想多一點不同 唉 見你一路拉一路喊痛 思雅你真是努力了 你真是努力了 你真是努力了 我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